隶属欧盟的爱尔兰资料保护委员会星期一5月22日针对社媒平台脸书Facebook的母公司Meta开出创纪录的12亿欧元13亿美元的违反隐私罚单 并命令该公司在今年10月前停止将欧洲用户的数据传输到美国 这是这一长达10年的网络隐私案件的最新发展 这也是欧盟严厉的数据隐私机制5年前生效以来最大的一笔罚款远高于欧盟2021年对亚马逊公司违反数据保护的7.46亿欧元的罚款 由于Meta这家硅谷科技巨头公司的欧洲总部设在都柏林 因此爱尔兰的监管机构是由27国组成的欧盟的针对Meta的主要隐私监管者 爱尔兰资料保护委员在今年1月对该集团进行了处罚 要求其支付近4亿欧元罚款 用于针对其脸书Instagram和WhatsApp应用程序将个人数据用于广告目的的违法行为 这也是欧盟今年对Meta第三次罚款 美联社报道说Meta公司说脸书在欧洲的运作没有立即受到影响 Meta全球事务总裁尼克克莱格 Nick Clegg和首席法律官珍妮佛 纽斯泰德 Jennifer Newsted在一个声明中说这个决定是错误的 不公正的对许多其他在欧盟和美国之间输送数据的公司来说 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 这是始于2013年的有关Meta案的司法站的最新发展 2013年奥地利律师和隐私活动人士麦克斯 施雷姆斯Max Schrams在美国国家安全局前合同工爱德华 斯诺登披露美国情报界网络窥视后 对脸书处理他的个人数据做出投诉 这一司法战图显了华盛顿与布鲁塞尔之间 就欧洲对数据隐私严苛的看法与美国相对宽松的机制方面的冲突 美国没有联邦隐私法律 欧盟与美国达成的有关数据传输的协议隐私护盾2020年 被欧盟的最高司法机构欧洲法院裁决无效 法院说该协议在保护欧盟居民免受美国政府电子窥视上做得不够 爱尔兰监管人员最初裁定 Meta不需要被罚款 因为该公司在欧洲和美国之间输送数据时行为诚实 不过爱尔兰监管机构周一确认 这一决定上个月遭欧盟有关数据隐私当局的最高机构的否决 另外布鲁塞尔和华盛顿去年就隐私护盾的更新版本签署了协议 可以让Meta用来保护自己 但是这一协定仍等待欧盟官员对是否能有效的保护数据隐私做出决定 欧盟多个机构一直在审议这一协定 欧盟的一些议员这个月呼吁做出改进 称这些保护措施不足够强大 Meta在最新的盈利报告中警告说 缺乏数据传送的法律基础 公司将被迫停止在欧洲提供产品和服务 将实质性的和负面的影响该公司的运营 财政状况以及操作结果 美联社表示 Meta这个设媒巨头可能要被迫对其运营进行费用巨大且极为复杂的调整 Meta目前有21个数据中心 其中17个在美国 3个在欧洲的丹麦 爱尔兰和瑞典 最后一个在新加坡 另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 Meta公司表示 将对欧盟这一不公正和不必要的裁决提出上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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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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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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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